小哥好 謝謝 無關你們好 終於退伍了 退伍五個多月了 是是 剛剛看你的鏡頭 哎呀 一個很帥的一個小公狗 是榮狗 不好意思 我一個朋友是老雜不 不過真的是 原來看來說 好 那我贏得 你去老闆看來知道 以後一定是一個非常帥的一個 不敢不敢 還要小哥多照顧了 哪來哪來 退伍五個月了是吧 五個多月了 這個當兵的軍種是哪一種兵 我當憲兵的 憲兵啊 對… 那這是選出來的 身材要高挑 就假裝體位 大概170以上 很多人以為憲兵說一定要很高很高 然後看到我本人 你這樣還能當憲兵這樣子 還可以中等身材 對 所以我是172 那170以上就可以了這樣 剛好算是最矮的那種 是… 這個來當憲兵 或者站在這個很重要的關卡上 非常重要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叫菜頭 也是憲兵 不好意思 不是 那怎麼可能是 那不是憲兵才 那以前啊 上級啊 這個時候聽說要來考察 嗯 不知道是旅長要來還是什麼 那就是說大家 S帶要擦亮 皮鞋擦亮 上級要來了 就說那這樣子啦 我們的師長啊 就自己這個師裡面 先這個怎麼講 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沙盤推演一下 全部排好列隊 那師長就假裝是旅長要來 大家排好 先演練一次 啪啪啪的一陣子 那個人就從頭越覽到最後 叫越 走到最後 走到菜頭那邊又回過頭來 這個兵把他調到後面 這個長相有愛觀瞻 你說整排就差這個 菜頭把江哥的直下 他三字經都罵出來了 對著長官來 因為他直接講了他的長相 對著想 罵什麼大家獨存 怎麼可以做人身攻擊 應該做當歸攻擊 只能夠獨存 結果長官也不生氣 因為覺得好像失言 結果看到他短短的身材 往山坡上跑 結果其他人注意來 菜頭 菜頭 就怕他會自殺 憧憬一下 很恐怖 後來你看 長官躲在那土地公廟室 坐起來 太烏魯人了 好笑 好笑 這個後來是好 你會把它調到後面 後來就調到廚房去 就直接到廚房 也是不太秤職 當火頭工這樣 好像台地 地去堵塞 穿幾桌一直堵 為了要躲公圈 但他怎麼進演藝圈的 我真的滿快的 沒有啦 其實在當兵期間 我想也 我覺得當兵就是男孩子 這個真的一輩子 很好回憶的一個地方 那麼剛剛講的是 提到別人去了 其實說到你的話 這個當兵前就有知名度 有沒有很多這個方便的長官 給你很多的空間 沒有耶 反而更長 喔 我永遠都 沒有啦 其實當兵就是 我們進去之後還是跟一般人一樣 那我在 因為憲兵的中心 新兵訓練是要四個月 所以我在比一般那個陸海空軍多兩個月 一般是兩個月 我們是四個月 然後我在裡面待滿四個月之後 才進義工隊這樣子 義工隊也不是很輕鬆 義工隊真的也是很快 反而勤務多了 因為只要是憲兵單位的 他的學長學弟制都滿重的 對 包括我們樂師現在很多 都是有這個特殊 都在義工隊待過 一個月三十天 有的時候表演一看場數 居然超過四十場 一天還有趕場 那個很嚇人 慶生會 什麼樣的 而且不是說像我們這樣趕場之後 唱幾首歌就結束 他是把所有的喇叭音響 還有燈光全部都自己搭 然後自己下去表演 然後表演完再拆再回家 其他的瑣碎的工作 也是衝員並來完成 對對對 真是辛苦 不容易 喉嚨很清爽的人 唱歌也很多的便宜 沒有沒有 他們 比利姐他是那種很有滄桑的味道 那我們這種就是還 歷練還不夠 對 還要再多多加油這樣 這個平常私生活裡 都跟哪一些藝人走得近一點 玩得在一起覺得 玩得來 其實都還好耶 對 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圈內的朋友 但是私底下會約出去玩的 真的也沒有 頂多跟張克帆去打打電腦 到外面那個網路餐廳 對 你說這個人 兩個氣息還蠻相同的 真的嗎 這個 但是他現在變胖了 他已經不是偶像 雖然這個 我倒是常常問人家這個問題 自己也是 下了班就回家了 找得有點斷層 這才是好男人 像我們這種 我跟你講結婚就要找 找像我跟小哥這種 正點 找我這種味同嚼辣的 小哥 因為小哥給人家的形象 從以前就是一直那種 男人的形象 很居家這樣子 多棒 可是也很難找 那田蛙叫得這麼大聲 早就出門了 我怎麼被吹 我怎麼怎麼拍吹 不會啦 到處都還聽得到您的歌聲 尤其是去逛那個百貨公司的時候 每次晚上十點一到 就 讓我們呼到一聲晚安 我會叫他這麼年輕的 給我補一下 有啦 有時候年輕人衝上來 請簽名 我說不錯啊 你還認得我這樣 是我奶奶叫 當然認得開玩笑 我奶奶叫我簽名 我媽媽好喜歡的 媽媽說這個 不過將來都要看你們了 看他畫面歌聲實在太棒了 還要再加油 我曉得這個現在不是什麼很奇怪的問題 我想你也可以聊一聊也沒關係 好 其實現在單親家庭很多 你小的時候也是個單親家庭 我 對 跟著媽媽一起生活的 對 家裡面就是只有我跟我媽媽兩個人 然後因為家裡面 還有沒有弟弟妹妹 都沒有 我都沒有兄弟姐妹 你是獨子 對 就是因為沒有兄弟姐妹 然後家裡又只有媽媽 所以 小時候的 家庭就是比較 管得比較嚴格一點 是 那比較 同伴呢 就是很多的 真正的交流就是同伴 其實我很孤僻的 我小時候都沒什麼同伴 可能是因為家裡面這個 家庭的關係 就是因為媽媽也不太希望 我到外面到處亂跑 怕會 比如說被綁走啦 或是被交壞這樣 所以我幾乎都是在家裡面 然後都是一個人 那這個 才好你有一個喜歡音樂這個興趣 對啊 以前沒事就是聽歌嘛 是 那以前學歌的時候 誰是你的這個 用耳朵來這個聽 跟學技巧到偶像 其實都沒有耶 我都是這樣子 我就是遺傳媽媽啦 我媽很會唱歌 本來也喜歡唱 而且我以前小時候更好玩 我以前小時候是 非常害怕唱歌給人家聽 我會自己躲在房間 然後放音樂 然後一直唱 但是呢 比如說媽媽他們在唱卡拉OK的時候 他們要我唱 欸 唱一首 不要不要不要 死都不肯這樣 因為我很怕 超級怕的 對 因為我會很怕說 會大家笑這樣子 可是一唱起來呢 大家 也沒有後來是 後來是怎麼樣讓我唱 你知道嗎 怎麼站起來 我媽就用錢引誘我 對 她說 只有你唱一首就給你一百 那個時候那麼小 給我一百塊 喔 多好啊 結果我一唱 就給她連唱個三首歌 就當場領了三百塊 但是隔天又被媽媽拿走 因為她說我花不當那麼多錢 對啊 對 所以有一些獎勵對我們來講 你不要看我們小小的心靈 就勇氣就站出來 要去激發啦 對對對 但是現在家長千萬不要拿錢去誘我 小孩子 有意思 就是這樣 想不到這三百塊你看 就讓我們這個孫協志漸漸博起 不是 他博起 蓬勃發展 蓬勃發展 對… 今天可以唱得這麼好 你看看 三百塊賺到一個名字 好是 不敢不敢 這樣 好 一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